現在是快要晚上十二點了 而且是鬼門開的時候 新折迷舞社區團隊來到了這個地方 是廢棄已久的一間醫院 日本探險隊也來了 人和攝影機都要戴上護身符 民俗老師畫出那護身捷鑒 如果這邊有超過位以上的 請你痛下的醫院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 如何蒙眼孩童能說出撲克牌數字 訓練師說每個人都有天眼 大陸滑河2000年來 一潰堤就伴隨著災難的發生 當地出現了一種特殊的行業 帶你來揭秘 每週六晚上11點 給你充滿驚奇的週末行業